哈囉大家好 我是XXY 我愛看電影跟愛與人分享電影知識 更喜歡和大家討論電影 這個影片是和YahooTV合作 內容是要介紹有關近期母親節檔期適合約會的電影喔 在這散發母愛光輝的五月裡 母親節想好要用什麼禮物來好好孝敬母親的呢? 對於愛看電影的媽媽來說 陪媽媽看一部好電影我想就是最棒的禮物了吧 這個五月的驗線檔期有非常多適合約會的輕鬆小品喔 相信觀眾們能夠帶著媽媽開開心心的在戲院裡面 度過一個美好的電影約會喔 今天要來介紹的就是 今夜在浪漫劇場與你相遇 市長夫人的秘密 厭世媽咪日記 以及想念hold不住 這四部電影囉 喜歡交響情人夢羅馬浴場 這類型的奇幻中又帶點華麗的童話故事嗎? 今夜在浪漫劇場與你相遇 將會是喜愛看日本電影的媽媽 不會失望的一部作品喔 由成指導交響情人夢羅馬浴場系列電影的導演 五內音速指導的最新作品 網羅的日本藍絲帶影后林賴瑤 演臉戲男子反口劍太郎 兩位演技派演員飾演男女主角 電影故事的時間設定在日本戰後 那個日本電影蓬勃發展的黃金年代 一位夢想成為電影導演的青年劍絲 在片場辛苦工作打雜 不忘有朝一日能夠有機會出頭 他對黑白電影中的漂亮公主美雪一見鍾情 美雪卻陰錯陽差的從大螢幕中走進現實生活 兩人在電影院中相遇 互相吸引靠近 吐出了一場浪漫的愛情 這部電影的風格非常純樸 氣氛也非常的浪漫 透過黑白和彩色的影像切換 超脫現實卻又以實景搭設的場景設計 劇中人物對於夢想的堅持 我認為是這部電影保有傳統經典的同時 又有創新的表現 片中的林奈瑤華麗服裝一套接著一套 古靈精怪又活潑浪漫的個性 相信會是一場非常難忘的觀影體驗 若是喜愛日本純愛系電影的媽媽 是心中有滿腔熱血的觀眾 相信今夜在浪漫劇場與你相遇 會是一部相當不錯的約會電影喔 市長婦人的秘密是由曾經指導 甜蜜殺雞、命運化妝師等電影的台灣導演 聯義齊的最新電影作品 並由柯家彥、明道、陳喬恩 以及近期因為清田街一號 獲得第52屆金馬獎最佳男配角入圍的 張紹懷影的演出 是今年相當具有話題性的國片喔 故事描述一位在綜藝節目上自身 愛情大師的陳健 專門解決男女戀愛糾紛的藝人 某天受到自稱是市長隨後的委託 希望能夠以他舌燦蓮花的功力 引誘偷吃誠信的市長夫人 解決市長在選舉前戲 無法解決的私人家務事 電影故事非常輕鬆幽默 每位演員的誇張演出 讓人感覺十分逗趣 對白中不時加入時事梗 可以觀察到導演編劇對於流行文化的敏銳度 巧妙結合了媒體文化 以及台灣的社會亂象、政治生態等嚴肅議題 托諷了現今公眾人物以及媒體嗜血的黑暗面 一來一往的互相吐槽 不論是在幕前幕後都讓人感到十分有趣喔 市長夫人的秘密算是一部以荒謬喜劇包裝 一個懸疑或是政治隱謀的喜劇電影喔 電影的風格定位明確 並且有非常多意想不到的創意巧思 不論在技術上或是劇情上 都是一部在執行面上表現不俗的電影作品喔 相信市長夫人的秘密會是一部讓媽媽笑開懷的電影 同時也是一部適合約會的輕鬆小品喔 如果近期內不想要看到太多嚴肅的電影 想要讓生活幽默一下的朋友 市長夫人的秘密是你不錯的選擇 曾指導紅運當頭 行男飛行日誌 一日一生的導演傑森瑞特曼 《厭世媽咪日記》是她今年探討女性 對傳宗接待這項神聖任務 非常細膩而且精準的電影作品 由兼具美麗與實力的奧斯卡影后 莎莉賽隆獨挑大樑演出一位辛苦的懷孕媽媽 她不僅將劇中的女主角 一方面照顧兩個活潑好動的小孩 一方面又必須等待迎接肚子裡的新生命 同時眾多繁瑣的家務事逼著她喘不過氣 讓辛苦又操勞的母親形象 詮釋得相當到位 她還未戲增肥了15公斤 只為了詮釋這位因家庭生活奉獻一切 導致身材走樣 瀕臨崩潰的憔悴形象 敬業的精神令人敬佩 電影的故事描述女主角馬羅 每天為了家務事而被逼得喘不過氣 丈夫則總是忙著事業而無心幫忙 直到第三個孩子問事 讓她每天不得安眠 經弟弟的介紹 馬羅請來一位夜間保姆塔利 在夜晚來到家中協助照顧新生兒 打掃家裡內務的麻煩事 才讓馬羅能夠在夜晚好好休息 起初排斥外人來到家中的馬羅 在塔利的細心照顧下 漸漸敞開心胸 對未來的人生漸漸重拾希望 這部電影到了後半段的劇情 有一個非常重大的轉折 這我認為本片最精彩的地方 而且有畫龍點睛的效果 她將以為女人從女孩漸漸蛻變成母親的過程 不論在心理或是生理上 都有非常精準的描述喔 更也讓我感受到 媽媽在生兒育女時的辛苦 同時也帶出了男女在先天上存在的差異 在今日我們追求男女平等的社會中 男女如何在家庭維持的觀念上 電影提出了一個非常具有深度的批判 記住喔 陪伴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當對方說他想要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千萬一定要答應陪他去看喔 從事婚宴顧問超過30年之歷的男主角邁思 這次接到一個麻煩的大案子 新郎是一個要求一堆處處刁難的機車業主 手下的團隊更是兩光不斷 一直搞出麻煩式的噗嚨公 邁思為了保住自己的品牌信譽 同時又要滿足新郎館五花幫們的特殊要求 又要解決一個個天兵的服務團隊成員 同時又必須解決不斷找上門的私人事務 讓這場看起來災難百出的婚禮 瀕臨崩潰的危機 由曾指導逆轉人生的雙人組導演 奧利弗·納塔契 以及愛麗克·多倫·達諾 綜橫法國影壇40年的資深凱撒獎影帝男星 尚皮爾·巴克西合作的喜劇電影 電影呈現了一場婚宴背後辛苦付出了服務團隊 以及服務業不為人知的辛酸血淚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婚禮 能夠像童話故事般的美好夢幻 卻不知道這些要求 在其他人眼裡只是花拳繡腿的鬧劇而已 電影的節奏相當輕快流暢 眾多具有特色的角色人物之間 都有非常有趣幽默的互動 透過大量的一鏡到底或是跟拍鏡頭 或是快速剪輯的方式 呈現了導演在場面調度以及剪接的功力上 看似混亂又失控的場景 卻又能夠亂中有序 不疾不徐地將故事完整描述 是我個人相當讚賞的地方 這或許也提供了我們現代人許多反思 跟你的背後真正的意義到底為何 人們在追求浪漫的同時 是不是有一群人在背後默默的支持 默默的付出呢? 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相信會有那麼一種 對照到台灣婚宴的那種即逝感 感驗Hold不住推薦給喜歡看喜劇的媽媽 或是正在未婚禮忙著不可開支 準備步入禮堂的新人們 相信這會是一部 讓你在戲院裡面笑開懷的幽默電影喔 好啦以上就是四部我挑選介紹 五月份適合帶著媽媽進電影院約會的電影作品喔 你們也期待這些電影嗎? 或是你已經看完這些作品了呢? 歡迎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喔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別忘了按讚分享訂閱 想要不要錯過我的文字影評 或是最新的電影資訊 也請訂閱追蹤我的臉書粉絲團 和我的YouTube頻道喔 我不是公讀生 我是你的好朋友XXY 寂寞超男子感謝你 OK CING